上一局打的急跑 这一局对面有干匠 而且阵容限制不了光雨 所以我把急跑换成了眩晕 单排王子16星的排位赛 这个干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选择好进场位置 对面就像尖利技能一样 这个牛邦第一件装备就多装金装 传的是真的快 这是第一个大招眩晕 当第二个大招眩晕好了之后 看到干匠这个位置了吗 用二技能跳 接着眩晕控制 一刀把他劈里防一塔 这个牛邦又来了 不过刚过来又被控制 干匠又无了 支援了两波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优势 看战技4-6 这是第三波大招 但是没有去晕 陆路给的信号 再看我的位置 对面在撤退 河道绕户不了 直接从防疫塔草丛 大招往下推 帽子技能控制 跑起来之后二技能回跳 这是干匠没的第三次 有装金装的牛邦到底有多嚣张 这个位置都赶过来 如果他没有装金装 在这个位置他是必没的 但是装金装很快就直接传走了 陆路绕后 然后你们看干匠血量 用二技能越过三起 一技能消耗敌人结 他闪现 但是干匠没技能 先把干匠收下 这是干匠没的第四次 对面牛邦想过来救 自己葫芦娃也直接摆给 在没有对面视野的情况下 你要学会用自己的被动探草 草丛没有人 就可以从这个位置绕后 看到干匠位置了吗 当他看见我的时候 他已经绝望了 大招 接迅晕 迅晕控制时间抛起来 再顶出这一下 你看他的位置 这是干匠没的第五次 正敌人结 让他没有办法输出 拉开位置 然后用一技能消耗 我现在就像猎狗在找对面 说错了 再重新来一下 我现在就像猎人在找猎物的破绽 然后盯好位置 给他致命一击 又往中路去找干匠位置 这一波是没有薛音的 他的队友跟不上 这个大招 流帮传送 一技能消耗之后往下拉 先拉开位置 躲对面技能 然后从右边突进 二技能跳 接一技能 这是干匠没的第六次 除了我抓的六次 还有队友 你想象一下 这一局他到底有多难 现在他就像一个惊弓之鸟 随时注意好两边 就怕关羽突然出现 你看我在这个位置蹲了多久了 这就是有耐心的猎人 你要确定好你的目标 当敌人结过来的时候 大招从塔里面推出来 一技能消耗 往左边拉开位置 跑起来之后 看敌人结的位置 二技能跳 接迅音 一刀 他直接没了 这一波一定要仔细看 双方射手都在打红buff 我过去的这个位置 可以从上面把敌人结往下推 这个时候让队友打 拉开位置 他们目标打不到你身上 等迅音时间 看干匠 二技能跳 接迅音连控 满血的干匠 直接被秒 撤退的时候 拉地图看对面血量 因为出了破军 所以回头一刀 敌人结也没了 自家射手没了 但是对面没了两个c 再回头和队友集火 两个c位输出被你贴掉 就算射手没了 四打三 对面拿什么和我们打 这个干匠 晚上做梦都是关你的那一刀